耶路撒冷啊,我在你乘上設立守望的 他們早夜必不靜默 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揭曉,也不要使他揭曉 直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今期各度一分鐘,一齊來認識神設立的守望者 守望者的原文可以解作防禦或者保護 就像防衛或者看守農作物一樣 也可以解作保護警醒 守望者要保持警覺,留意任何事的徵兆 從整本聖經來看,守望者工作的熟靈象徵 就是發出先知性的警告和代求 達屈直之認為守望者有兩種熟靈的使命 第一是莊架的看守者 他認為神會先喚醒史上最大的討告覺醒 然後才會帶出前所未有的熟靈大風修 另一方面就是站在城牆上的守望者 他認為士兵一聽到警告信號 就會立即準備作戰,守護城市 今天熟靈層面的守望者也都一樣 守望者有五個職能 第一是保護,作為避免危險和傷害的遮蓋 第二是看守,要看守臣事給我們的產業 第三是護衛,去守衛神已經扶托給我們的人 或者屬靈寶藏 第四是把關,要守衛城市 教會和家庭人口 決定什麼人或什麼事可以進入這個城市 最後是維護,要令到事情保持良好的運作狀態 尤其是聖靈的工作 神會透過超前的方式 如意念、聲音、異象和異夢 向守望者啟示他的心意 如何去察驗這些啟示呢? 首先要分辨這些啟示的來源 他們是來自神,自己的心思還是邪力 這些啟示是否合乎聖經 是否需要尋找有智慧謀士的意見 這些啟示有沒有人證呢? 第二步就要正確地解釋訊息 究竟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應該按照象徵性還是按字面的意義去理解呢? 它是說目前發生的事還是將來的事? 又應不應該由你自己去解釋呢? 最後一步才是決定要採取什麼行動 究竟應不應該去告訴其他人呢? 有沒有需要告訴領袖呢? 還是要提醒一些相關的人事? 還是只需要你私下討告就可以呢? 神已經在我們的城市設立守望者 讓守望的聲音昼夜不止息 請大家奉獻支持國度復興部跨平台媒體事工 邀請你來like或者follow國度復興部的Facebook專頁 讓我們為了神的國度,隨時隨地討告守望 請你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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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我來吧 請我嗎 阿聖 請你來吧 我aron